是的 投车D98 哦他直接就打了 哇这个打列的很大 打了spell 前摊已经爆了 他目标就是减缓这个车子的移动速度 由队友来完成输出 没错 来了就这边 这是关键 一枪没中 完了 Too hard 但是后点位好像被遏制住了 还得是宋江 打下了阿修罗 有没有机会前面还很无奈啊对吧 因为这个他刚刚在过点的时候 其实还是被 天霸给打掉一个 是的 他第一拳就是想往那个房区冲 还好天霸提前开枪 因为他当时那两个人守的那个房区嘛 没错 如果第一拳冲过来的话 还不好接 是的 然后小唐 这个时候将Coin也打掉了 这样的话 USD只剩两个人 在初期是爽收下两分 是 只能到城里面混了 枪 对对吧 现在杰华的上限要放三个枪手 确实 这个过点 快用 这是King 差一枪还是倒了 爬出来是什么意思啊 他确实也爬不进去 也进不去了 USD好惨啊 这一局是的 明明 我们包装完的内容 给大家看到的 你们看到的是有延迟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比较早知道结果 对 说白其实就是推流的问题 就是我 States 北京时间 五点五十分 破点之后 柜 moist 一波振兴打散了 现在 鼎坡这流利原牌了 是把跨后的机器 Miltonêtre给打算 所以 Manhattan 一直抓住 这个地方也是有可能会烤到缺角 所以说 哎呀 这一波 Tossie 正好看到一个翻窗 打了一个侧身 那这样的话 DK好像只剩Foxy跟Loki两个人 左上角说实话 空余的空间真的是很小 没错 这翻窗你说实话 泰尔有点扛不住 Foxy也被打停了 那这个时候DK怎么进不来了呀 一定被卡死的 而且近点 我们看到GBL旁边还有一个Pero 没错 GBL现在肯定是不用管 虽然说我在一个低点 一个对吧 是的 这个时候呢 相比于这个时期的位置来讲 Pero的位置呢会更好一点 稍微更好 它扛的压力会少 对对对 它主要是扛的压力比较少 而且左边Pero的那些地形啊 小地形啊 能呆到满边队是几乎是没有 就你去了一定爱雷 对吧 你去不了 就算去了 这边也少好 就是最后Pero呢 很大概率 它会处于一个 就是相对满边的一个姿态 是的 通过这个头 被敲了第一枪 还没反应过来啊 这个洗车房有雷吗 就一颗雷 CBL应该是不会浪费 不过有点难难开伤以后 CBL往后稍微拼了一下 啊 这个阵南这一波 有一点上头想过来补分 但是被SRM打下来 分头分 被难难给收下 眼里过来又是一部葫芦娃 救爷爷 CBL只有一颗手雷扔出去了 没能炸倒 分数被SRM给拿下 是的 在GX计划中 应该是由CBL继续架强 而两个队有天空 但问题是CBL被NHP的枪权打了 没错 被打回去了 所以说就是 就正好是阴差阳错 给了SRM一个很好的接受的机会 而且两辆车都是一辆一辆去 有点葫芦娃救爷爷 天霸听到这枪权直接过来排人 BGP另外一边是 已经被天罗打倒了一个 朴老师被捕了 是的 追他 打了两个 追他 倒两个了 D98刚下车 一丝血 一丝一丝 TUHART 弄他 没血的这后续 看下架枪的D98 被小通给打下来了 只剩TUHART一滴血 漂亮 这一波拿下来了BGP 没什么问题 天露这一波打的还是非常漂亮的 以此同时旁边的FTY 也刚刚打掉了一个BGP的人 很关键 这个非常关键 这波上毕竟是个灵魂四 DK还是 Loki已经来到了FTY的脸上 没有任何的还手余力 被清掉了 左下角的D型 等会也会有很多的队伍贴过来 暂时性不会有人过来 但是下个圈估计要贴了 看下个圈的走势 一刷走他肯定就要贴了 他如果是那种窄边的话 他就做一个全力防守了 是的 但是现在南向北开 往上开 还贼南开这个地方 车是开不快的 真有人敢从南往北开 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做到的 是的 横跨地图啊 都可能会贴的 正面一车四南天霸 撞击了分彩的烂尾楼 看永远静点的防守 但是另一边Summer被手给打掉了 这应该是 杰范应该是撞击了中心点 连天霸啊 要贴 和弗远之间的这波作战 是的 小鹿先把小九给放倒了 庞弟弟也被王哥给放倒 嗯 一波686将王哥放倒之后 吹枪过来 补枪将永远也打掉 这样的话正面好像少人了 只剩小鹿跟阿伟 切过来 这个地方没很危险 是的 想捏顺暴 但是小鹿的话是想打一波 只递会 这样的话 天霸浮起来依旧是一个三人 但是特意远点SKS 就是首尔 嗯 双方等于各炸一半吧 一打一了 是的 崔奇要被火瓶带到另一边 崔奇也是同样的欢迎颜色 燃烧瓶是把高德威给带走了 嗯 高德威确实比较怕燃烧瓶 是 感觉 就投掷物里面来讲 就燃烧瓶对他烧伤是最大的 是的 其实天霸这把打下来的话 其实也很危险啊 因为之前远点的枪线 他们只剩两个人情况啊 远点枪线也会制裁到他们 如果说右上角剩三个人的话 其实天霸切把还有操作功能 没错 哎呀 唐弟弟又被放倒了 你看就是大纳巴这边枪线 一直在针对 对大纳巴踩个高点啊 这波 Coin思想一直限制一下 牛海币的禁圈 但是牛海币毕竟四个人 四杆枪封了烟线 嗯 空一杆枪好像恐怕是不太够 牛海币被拖住了 是的 他感受了一下 这枪线不是很足吗 现在全边远直接进行一波反卡 第一波扫声问题 确实不是很大 但是由于自己只有一把762 哇 这个是真的 还好 Coin被解决掉了 没错 他其实拖了牛海币很多节奏 圈内侧的一个方圈 因为那个反鞋容易吃雷 是的 反鞋扔雷进去第一片方圈 你守不住的 来了 直接添 哦 这是SALUTE冲冲倒了 被打纳巴的人打的 是的 又是SALUTE 是的 可想而知 打纳巴那边能看多远 是的 视野真的非常的广 这波冲下来在这篝壳里面 其实两边都不太好存活 哇 这把也混了太多分了吧 是 他那个烂尾楼毕竟比较高吧 杀了八个了 是的 这老混子 嗯 还要去吗 谁打赢谁拿这个重要的分数 开车 你不想去了 开溜 他全天去打打纳巴吗 看看 应该不太会去 他要去厕所 厕所走了 他要去厕所 但是小五提前在这个厕所等好了 能过得去吗 周围还要吃这么多香蟹 是的 这波看落外 小五 这是又是打纳巴 打了一个下来 把分数K了 小五 这边打赢 周品颜跟小五弟弟 后续要吃香蟹 谁让一颗火在身边 小北原点直接终结 这原点加的也好 嗯 先放一个 就小五过去当一个支点 是 整个 有威胁的点全部给打光了 是的 就看到后续出来打球 在圈的时候会有出意外 正面GBL发现 Pero的防区不好打过来 去找FTY的麻烦 这是Pero的机会啊 是的 Pero这个时候要过来劝架了 赶紧做事 过来 Torsi也被炸倒 现在GBL只剩最后一个人 做事做事 Pero如果能在右 左上角打出空间的话 他就有机会跟打的话 打一个拳载圈 没错 哦呦 原点这个也看到了 FTY 真准 这波Pero是这个 无差别输出 对于FTY来讲 他是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他另外还有17的强点 就是FTY在这个位置 只能尽可能 为自己去争取分数 而对于Pero来讲 他只要抓住这个机会 是一个吃鸡位 但是打拿娃车 一出大问题 原点死了说 架枪倒了 近点拦步也没了 好像都是被17打倒的 是的 手耳被小美给干掉了 现在只 打拿娃 但小组这里的话 被放倒啊 这边两个人还在一个2打3 但是17还是 我们刚才说的问题 就是17能打到FTY 所以FTY 就是 这一波突破出来的 不知道这个移动速度 能不能跟上 没错 哎呀 没有电器啊 这个Pero 还是被十手拿下 十杀的时间 三雷齐发 所以这波就是17想 重新抢回高点 但是后点 这个位置炸了 是的 三个枪线被锁在一个地方 Pero 来自这个侧身位置上 没有啊 这波局势一面倒了 黄一鸣再打一个 而且现在小组 这波Pero的兵力调动 是完全超出了17的域 他们根本没想到主力是 Pero主力是调到另外一边 右上角 是的 两边像打太极一样 但是确实 而且关键是黄一鸣那边 顶了两个 谋略上来讲 出在了一个 他们完全意料之外的位置 而且Pero是徒步 他徒步是没有任何的声音 发生的 所以他在